法国里昂第三大学最近举办台湾光点计划讲座 聚焦台湾多语文化的共存融合 活动邀请多位学者从历史 政治 文学 电影等角度 畅谈台湾如何从诗语走向多语 安排放映导演杨雅哲的影视作品 视讯和导演探讨拍摄和剧本改编等一体 希望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 把台湾很多元的很不一样的文化的交融 然后同时存在着这个东西 推广给法国人 法国的学生 班上的学生就跑来跟老师说 那个我原本都不知道原来台湾的那个就是历史 五千年以前的那个南道语系的东西开始出教学 学生说其实真的完全之前没有想到过 台湾有这么丰富然后不为人知的历史 驻法国代表吴志忠也到场支持 强调台湾文化 融合欧洲 中国 日本和原住民文化 邀请参与学子有机会赖台亲身体验 活动现场几乎坐无虚席大受同学欢迎 不过场外出现插曲 活动传单遭到不明人士撕毁 学校保全一度前来关切 有学生募集亚洲面孔的学生撕毁传单 筹划活动的教授表示 目前没有证据指出是何人所为 无论如何破坏行径绝不会影响未来继续在向元 推广台湾文化的决心 推广台湾文化的决心 感谢观看